再问一个 就师父说守住口液成佛一半 那是不是守住念头的话 一念不深处即使本来面目 是不是就是能做到一念不深 就能看到本性 就能做一六道 更厉害 守住嘴巴是小事 守住念头 你本事大了 这个非常难 很难 我感觉是不是就像在刀刃上面 那个驾自行车一样 你也不能偏左 你也不能偏右 是不是就是沿着这一条很细的线 就是你时刻要保持在这个当中 而且你分量还不能太重 还不能太轻 分量太重的话 刀会删到你的皮肤里 你看过去有一种人不是 拿把刀放在身上吗 怎么敲 它也不会破掉的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道理 你到了一定的重量之后 它就会破 它没到这个重量 你再怎么敲 它皮肤不会破 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个念头 任何念头都要控制好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那是否念念无念 跟念念相继的 静念相继的话 前面这个念念无念 是指外部的这些 外星造成的念头 而静念相继 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本性的念头 全部都是讲五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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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